5月12日 参议院以80票对19票的压倒性表决结果 确认了联储会主席鲍威尔的连任提名 现年69岁的鲍威尔是一名资深银行家 他在2012年由时任总统奥巴马提名进入联储会董事会 并于2017年由时任总统特朗普提名担任联储会主席一职 鲍威尔的第一个任期赢得了广泛的两党支持 在他的领导下 联储会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将基准利率维持在接近零的水平 购买了数万亿元的国债和抵押贷款证券以保证资金在市场中的流动性 并向金融机构和企业部署了数十亿元的紧急贷款 拜登总统在去年11月再次提名鲍威尔连任联储会主席一职 尽管左翼人士不断施压白宫 要求任命一位真正的自由派银行家取代鲍威尔 但是拜登表示 由于通胀上升的速度远快于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期 保持联储会董事会的稳定性和独立性至关重要 此前 由于共和党人强烈反对拜登总统提名的联储会监管副主席 萨拉布鲁姆·拉斯金 致使包括鲍威尔连任提名在内的所有联储会提名迟迟未能获得参议院确认 鲍威尔也只能在今年2月首个任期结束后 以临时主席的身份继续掌管联储会 而在持续高通胀的压力之下 白宫终于在今年3月选择撤回了对拉斯金的提名 目前 拜登政府与联储会均面临着持续高通胀的巨大压力 根据劳工部统计局5月11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美国4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上涨8.3% 尽管相比上个月的峰值数据增速有所放缓 但是仍然接近1982年夏季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 拜登总统在11日对经济数据发表的声明中曾经强调 降低通胀是本届政府的首要经济任务 联储会必须充分考虑高通胀对于经济和就业 所造成的严重威胁 我们下期待来的数据 太多了 就是另一并胡锦 重迅理 处理 同一并胡锦 看来的丁密 微量 后 对 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